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跟我们自己已经过世的祖先的一个约定 有一天如果是我们太亚族的人死的时候 我们会回到天空中彩虹那一边 我的祖先就会飞到彩虹桥那个地方去等我 我们这个祖先本来就应该要有的一个记号 不是说一定要回到以前那个时代 我不是说我要生活在那个以前古时代的那种生活 而是我认同我自己的那种文化的时候 我文面那个是属于那是个人的那种自由 我不是用甘情我像用西米尔赤鱼 拍完 我们文身师其实我们的脑子很简单 因为我们把所有的精力我们都放在我们的创作上面 你出来就是在证明说你平常的努力 你没有准备好你也不敢出 你说文真有多坏 我们的家一个整个家让你看大大小小让你看有多坏 我的女儿要做的事情吧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全力的指使她 你如果可以的话 以后把这家店给你 会觉得说传承我们这种记忆吧